家人们,来马来西亚旅游,记得租车,租车,油价多便宜,一升二点零五零吉,差不多就是三块五,三块多,现在国内价格多少?九块多,九块多三分之一哦。 我们从曼谷飞冰城后转机到兰卡威,刚刚下飞机在兰卡威机场,现在准备去租车,机场这里有好几个柜台都是租车的,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问, 租车只要提供护照跟驾照给拍照就可以,因为我是用泰国的驾照,东盟十国之间是互相认可的,所以没有问题,中国驾照我估计也可以,因为岛上应该不会太远。 那汽车其实有好几款可以选择,我们选了最宽最便宜的车。 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把车送过来了,就吃的时候我先拍了一下车上的刮痕,费事到时黄车有问题来吃蛋。 这个1.0排量的车叫北路大,是马来西亚的自助品牌。 车价大概是三万五零几左右,在路上差不多的。 OK,那这个小车我们准备出发咯。 它其实也有在合同上丢出车上的化痕跟油增的位置,到时黄车只要把油加回到油增原来的位置就可以。 然后需要一次性付清3天的租车费,加50零几的押金。 那我们现在开车去酒店check in。 这次来兰卡威我们刚好有4个人,但我们是分批来分批走,所以机场接送都省了好多钱了。 而且有了吃,活动范围就大了很多。 这两天我们差不多黄倒两侧了。 我好像收到了一个发当,但全是马来文看不懂。 我们停在这个格子里,然后它进了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发当,我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吗? 那最后一天快黄车的时候,我们来加油。 我之前已经了解过马来西亚的油帐是自助加油。 直接用储值卡,或者去柜台报邮箱号,然后付钱直接过来加油。 但我不知道这里的95去油居然只有2.5 ringg,真的是便宜到怀疑人生。 我们开了250公里左右,我就只加了30 ringg已经有多了。 那在冰城我们是选择租摩托车。 一个呢,是因为冰城算是比较大城市的吧,就汽车很多。 而且呢,平时未也难找,所以我们是选择租摩托车。 像这个摩托车租的话,一天是30 ringg,押金100 ringg这样子。 在冰城我们是住在求治区。 这边算是旅游景点比较集中的华人区。 基本都是这些骑楼。 后边介绍旅游景点,我再详细说。 如果不租摩托车的话,那就只能在这两三公里范围内绕了。 当时我们租了摩托车,活动范围就大了很多。 几乎可以绕整个冰榔鱼了。 而且我们还特地开过冰威大球。 这条13.5公里的跨海大球连接了冰城州的冰岛跟威省。 而且我们开摩托车过这条大球是免费的。 所以租摩托车真的是明智划算。 马来西亚的油价是全球油价超低的国家之一。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石油资源。 然后自己自主赏出口,所以油价才能这么低。 真的是太长了。 OK,那今天先到这里咯。 关注我,点个赞,转发加点赞。 大关肥书带你王壮东南亚。